牡羊座是黄道十二星座的第一工 这使他们有着青春活力的精神 在谈恋爱和交往时 牡羊座喜欢的是第一次与对方相处的新鲜感 他们或许会处在兴奋状态 开始大献殷勤 并为这段关系注入热情 他们可能会喜欢主动安排约会 大家也会觉得牡羊座不仅有趣 还有鼓舞人心的特质 不过牡羊座在约会阶段很快就会感到厌烦 注意力也会转向其他地方 他们觉得相较于经营一段长久关系 独立单身去做自己的事情反而轻松许多 经过时间与经验的累积 牡羊座会学习如何发展出良好的伴侣关系 并知道什么时候该做出让步和妥协 牡羊座与哪个星座最契合 牡羊座经常会被他的对公星座天乘座所吸引 牡羊座相当以自我为中心 可能会有点固执己见 而天乘座正好能理解他人的想法 维持一段关系的平衡 这两个星座都有着让对方想更进一步发展的特质 所以他们也自然能互补 天乘座可以让牡羊座变得更体贴 更有同理心 牡羊座则是能让天乘座学会用更果断直接的态度 去面对自己想要的东西 射手座也是个会让牡羊座清新的星座 牡羊座和射手座都是火象星座 所以他们总是充满活力 而且会渴望挑战与尝试新事物 他们能互相激荡彼此的想法 也愿意一起冒险 这两个星座如果交往了 就不太可能会有枯燥乏味的生活 最后同样很相配的还有巨蟹座 因为他们能带出牡羊座感性的一面 巨蟹座能让牡羊座更有同理心 懂得去顾及别人的感受 当牡羊座感到暴躁或沮丧时 巨蟹座能让家成为温馨避风港 作为他们所需要的情感后盾 与牡羊座交往有何难处 在恋爱时 牡羊座会在还没有完全了解对方的情况下 迅速投入一段关系 他们一开始可能会满怀热情 不过最初的兴奋感一旦消失 就会提不起劲了 此外牡羊座的胜负欲也很强 他们有争强好胜的特质 总会想在争论时炒赢对方 对他们而言 要认错和让步是很困难的 与牡羊座交往是什么感觉 牡羊座对于想要的东西 态度会非常明确 所以他们在感情中通常会主动出击 牡羊座是个充满活力的星座 他们可能会安排比较刺激的约会体验 而不是单纯坐在酒吧里喝一杯 在交往时 牡羊座可能会是提议要去度假 或尝试新事物的那一方 他们喜欢形成满档的生活 或是随心所欲从事各种活动 他们不会纠结于过去或负面思考 牡羊座热情奔放的性格 总是让人觉得很有趣 不过有时也会太过冲动 或是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他们要更努力地去倾听对方 且更有耐心地去处理一段关系 牡羊座应该避免和哪些星座交往 牡羊座和处女座或许会有点水火不容 因为处女座对细节十分讲究 然而牡羊座却喜欢在没有过多事前安排的情况下 一头栽进全新的体验中 处女座不会喜欢被牡羊座催促的感觉 牡羊座则会因为处女座不停纠结于小事感到懊恼 这对星座组合最后可能会因为对未来有不同想法而发生冲突 狮子座也是个与牡羊座合不来的星座 牡羊座和狮子座的性格都相当火爆 而且他们都非常以自我为中心 他们喜欢大家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所以这两个星座可能会为了想要赢过对方而发生争执 要经营一段关系需要的是相互支持 而不是一直处在竞争状态 恋爱中的牡羊座是什么样子 牡羊座的对一个人的喜欢与否会表达得相当清楚 他们对自己的感情既坦率又诚实 所以一旦坠入爱河就会赶快表明心意 除此之外 当牡羊座真心喜欢某个人 他们不会一碰到问题就逃避 还会全心全意专注在这个人身上 就算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进展得很快 牡羊座也会认真投入其中 不会只过了几周就放弃 原文出自Vogue UK